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 希望未訂閱我的朋友,可以按一下訂閱的鈴鐺 按一下小鈴鐺,有篇提示,大家一起研究一下馬仔 多謝有威毛明氏師兄今天請我吃煙 有Kim兄請我吃飯 多謝你們 跟大家說11月23號第八場賽事 這場是泥地三班12米 12隻 先跟大家說一下神操 1號聚標李勁國,有碰過,保持功夫 2號軍力勁,潘頓,有碰過,保持功夫 3號好鬥心,黃浩南,有試過習婆宅耀 有碰過,很積極的 4號公正福將,楊明倫,有碰過,保持功夫 5號蘇哥里,黃浩南,有碰過,保持功夫 6號團結,一致新夜 6月有碰過,楊威心試過,上來的 楊威心試過,上來的 史衣出風也試過,也是上來的 7號的夢幻人生,史衣出風也試過 陳家熙也碰過,保持功夫 8號的蔣金大王,醒蟲化試過,兩貨集 9號的骨有個試過 9號的保山英,史衣出風也碰過,保持功夫 10號的榮滑,保持功夫 11號的快樂海旋,保持功夫 12號的醒目再臨,保持功夫 神粗方面的古惑調動,黃浩南有碰過,好鬥心 黃浩南也是騎回師傅蘇哥里 等等,史衣出風也碰過,團結一致試過 閘,也是騎回寶山英 史衣出風也碰過夢幻人生,也是騎回寶山英 對,陳粗方面的古惑調動就是這樣 上場騎過的古惑調動 等一下,君力勁,上次蔡明肇騎 今天換了潘頓 蔡明肇騎,蔡明肇沒有賣阿騎 看清楚 是,蔡明肇沒有賣阿騎 好鬥心也是何摘堯的 公正福將是田泰安 還是貝力斯 貝力斯的,今天換了楊明論 貝力斯沒有賣阿騎 5號的蘇哥里,上次是稀威心 今天換了徒弟仔 7號的夢幻人生是史卓峰 今天史卓峰是騎寶山英 寶山英上次是莫呂拉騎 莫呂拉停賽 沒辦法 榮滑 楊明論騎,上次換了潘明肺 楊明論騎過快樂海旋 上次換了毛顯東 醒目再臨是蔡明肇 蔡明肇沒有賣阿騎 換了黎海榮 比較特別的是史卓峰 夢幻人生上次都是跑平均 他也是喜歡寶山英 這場馬一看下去 軍力勁會快 蘇哥里 夢幻人生 寶山英 快樂海旋 這些都會快 結合回檔位來計 快樂海旋 林黎地聖能知 他都是一隻快的馬 這隻馬我不會少看這隻馬 他好像就是 是不是閹了 閹過來了,4月15號 因為我上季有一場 我都挺喜歡這隻馬 其實他已經比之前轉彎好很多 但這隻馬我記得是一隻很大隻的馬 大狗犯來的 但今天這個泥地 大家都記得 若然不下雨的話 近這幾次的泥地 如果不下雨的話 都是利放的 當日軍力勁 蘇哥里 團結一字不知道 新馬 沒得猜 夢幻人生 寶山英 甚至乎快樂海旋 都會在前面 法樂海旋 的檔位最好 接著到軍力勁 寶山英 撿過九檔 真是很難抉擇 究竟這隻軍力勁 撿過五檔會不會頂住他呢 但是 但是 如果看馬的 都是看 我想看哪隻 都是軍力勁 那一場 都是一樣的 這隻馬 一直都是泥地 是很好的 上場 就跑過第三 就是蔡明紹 法財先生 今天都再出的 寶山英 軍力勁 公正陽明 最標那天 六十幾倍 十幾倍 再之前那場 六十幾倍 被他擊死 跑過第四 回來 被那隻標之銳 頂住 標之銳 那天都再出 沒有辦法 唉 忘記了 精神失常 看看這隻軍力勁 那一場馬 有法財先生 寶山英 軍力勁 公正陽明 最標 後面有銀子 天武運 今天都出的 看看他這一場馬 這隻 軍力勁 和寶山英 怎樣互動 今天的檔位 軍力勁 就在裡面 寶山英 就在外面 究竟是怎樣呢 第三位 還有這隻飛天劍 內蘭第四位 法財先生 出現金道笑 接著第六位 招五萬九 內蘭 還見到公正陽明 再數後一點的馬 才有銀子 這隻法財先生 贏得都很漂亮的 哈 紫色眼罩 天武運 一個是檔位問題 寶山英 要兜了一點腳情 兜出去 封大狂廢 入正中後直路 寶山英 逛出去二答 已經被蓋上來 賣便軍力勁第二位 中擔有法財先生 追緊 再見到 在裡面上升 還有公正陽明 外面追的馬 有招五萬九 銀子最出就最標 最下100米 法財先生 終點前 似乎 一輩子 蓋過賣便 那隻寶山英 結果法財先生贏 寶山英第二 第三名 賣便軍力勁 公正陽明 應該跑第四 結果法財先生 在這裡贏 馬 追過那隻 第一次跑來地 寶山英 賣便軍力勁 放 似乎前置那幾隻 都是咬錢的 這場馬 又是一場幾隻快馬 變了好看的檔位 其實如果選馬 我自己覺得 寶山英 就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他剛才 如果大家看回那場馬 他就是一隻 看上去他都是放回 他都好像沒什麼追 但是大家如果看片 你感受到 他是 還是有加速的 他還是 他還是 他前面沒有馬 你看不到目標追 你感覺不到他追馬 但是他還是飆上來的 好像我跟大家說 那隻 再遇歸來的 就是他擺得前了 兜了外了 但是他就不是說 好像軍力勁那樣 好像就頂住 他不是頂的 他還可以彈少少 那我就 拿膽就拿到寶山英 先 無論檔位 不是 是一個檔位 差了 差過軍力勁 他可能 就是要兜的 我希望他側身一點 克服檔位問題 希望他慢慢會培養出 他可以再加速得好一點 我相信這隻馬 會好一點 但是軍力勁 那個檔位真的好很多 因為五檔他快 比寶山英快 如果寶山英 是被捕著搶的話 他可能都是寶山英快 但是回來 就變得不太多 寶山英九檔 我想他都是在軍力勁後面 真的要回來 最尾那邊鬥衝 希望他有得衝 我愛九號的寶山英做膽 剛才說了這麼多 當然要買一隻軍力勁 浪費這麼多口水 說他 難道不要他嗎 都是要他的 這兩隻快的先拿了 另外夢幻人生季初 我都跟大家說 他曾經跟那隻好好利高 跑得這麼好的話 他已經不是一場 連續這麼多場 都是不可以放棄的 雖然史卓鋒捨棄了他 但是文家良今天 還有出發財先生 標之王者 那些馬 在那裡 看看他是不是有整隻手馬 在那裡配合一下 還有這隻夢幻人生 然後 再選擇的馬 如果是冷門 可以留意一下 快樂海旋 但是如果我自己 今天我就不會放一隻快樂海旋 因為他來地 始終都沒有證明 就不敢選 想選一至兩隻冷門 就是追標 追標 其實這隻馬 就是一隻神經質的馬 就是他肯追的時候 他就很厲害 追得都很厲害 但是今天還有一隻 又是追得都很厲害 但是他又撿過一檔 那來地撿一檔 有時候真的要看制魚 在來蘭有沒有位子 所以我也是選擇的 都是要一個 聚標 我這隻聚標 就希望 希望李敬國可以 在直路那裡衝一段 看看會不會有些四連環 四重彩 另外 團結一致 我真的不懂看 這隻馬 新馬 看他的那些試襲 又沒有什麼特別的 再加上 一來到黎地 就遇到幾隻 叫做黎地 是很穩定 很穩定演出的馬 好像君力勁 公正福將 聚標 夢幻人生 寶山英 這些都是黎地 已經連續印證過 而水準 沒有山英上場 第一次 但是他短途 連續印證過 夢幻人生 就印證了很多場 軍力勁 上季印證到現在 公正福將 都是喘一段 這些新馬 如果你對著這麼多 泥地已經是印證過的馬 再加上希威森 就是 他要走進來 都沒有辦法 都沒有辦法 我這場的介紹 我就選一隻 看片 還可以感受到 寶山英 在君力勁後面 他前面是沒有什麼馬 但是呢 感受到 他還是有少少加速力 在君力勁 雖然他的檔位 比君力勁差 但是希望他憑這一點 可以克服到那個檔位問題 愛九號的造膽 拖二號的軍力勁 七號的夢幻人生 跟著我一隻追的 最標就是我個人心水 希望各位那天都贏多些 多謝大家 拜拜